三四五月有冷气团有寒流都是很正常也发生过 尤其这一波寒流最冷的时间 虽然慢慢要过去了 不过台北侧站在四点多的时候 12度跟11.9度 确实也达标了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不过今天3月8号妇女节 蓝天跟阳光已经开始露脸了 给大家妇女朋友们一个好心情 也希望嘉姐愉快 这个蓝天你可以看到得来不易 尤其虽然有蓝天跟太阳 但是辐射冷却还是蛮明显的 台北侧站是一个指标 但最冷的地方应该都不在台北 因为有空旷地区 包括了明雄包括了嘉义 7.5度跟8.8度 也难怪全台基本上有18个县市 都是低温特报的 现在7点多的即时温度 虽然刚刚看到了太阳慢慢露脸了 但今天加温的感受不会太明显 机车组的朋友们 还是要把自己包得紧紧的 因为现在嘉义台中 你可以看到都是只有10度左右 台北新竹好一点点 但也只有12跟13度 今天的白天 北台湾虽然会来到20度 不过入夜跟清晨 依旧有辐射冷却的影响 明天的清晨还是有低温 要特别注意一下整个衣服的增减 低温特报刚刚说到了 全台18个县市 基本上西半部地区 都是有10度以下的可能 今天入夜到明天的清晨还是有低温特报 但是整个区块会慢慢的缩小 空旷地区还是要注意 一定有部分地区还是有低温的10度以下 一路要到明天的白天 冷空气减弱了 转东风之后 回温的感觉才会更加的有感 以及明显 温度降雨 今天的水气跟昨天差很多 虽然经质的节气过后 昨天的雨势没有听到有春雷 不过水气量在中部以北还有强风 大家的感受都是还蛮明显的 今天的水气完全是转干冷的形态 所以日夜温差你可以看到 有太阳漏点的时间 确实加温的感受虽然没有到非常的大 但至少日夜整个温差都有10度左右 记得注意寒害之外 沿海都要是有强阵风跟强浪 海边活动 尤其调课朋友们要格外来注意 明天早上浮射冷却还是预估蛮强烈的 不过好消息 明天白天过后刚刚说到了转东风 冷空气减弱之外 未来一周看起来好天气 好心情 也希望大家持续保持这样享受 期待阳光的感受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卡 未来的5到7天基本上没有太差 或是太大的天气系统来影响台湾 就是转东风或是东南风 蛮稳定的 而且未来几天加温的感受 温度上面还是蛮一致的 高温落在25到27度 低温在15到17度 所以北台湾的高温是舒适 蛮有感觉的 南部地区会闷热一点点 而且为期大概5到7天 还横跨了周秋假期 所以未来几天也有互外活动 或是规划形成上面呢 应该都是还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好好来把握咯